林秉书交友圈延烧 立委吴思耀再度被点名和林秉书关系匪浅 网路上的互动连环报 脸书留言约喝咖啡 吴思耀曾说两人不太熟 强调自己是被认识的 但光是喝咖啡就两度标注林秉书 是真不熟吗 因为那个有跟共同的朋友三人的对话 我比较有印象 那当初就打打键盘来揪一下说喝个咖啡什么的 但事实上打完键盘打完键盘咖啡也没约 解释都只是客套话 但传出来的截图不止一张 林秉书还留言夸奖吴思耀很正又苗条 带你去吃牛排 惹来吴思耀回应私聊我饿了 甚至在别篇文章下标注林秉书 敲碗讨拍猫奴来盖房 互动让议员许巧新认为不单纯 我觉得算是蛮亲密的互动 就是至少是一个闺蜜等级的好友 你都可以私聊了 你还说你们是不熟的不认识的吗 年轻朋友间一些俏皮的谈话 一些这样的互动留言 我想都不需要太认真 你今天被截图出来的 我完全没有印象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而许巧新还特别提到 学猫叫这首歌难不成背后有新故事吗 他好像蛮喜欢这首歌的 或许就是这首歌 对他们两个之间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意义吧 话语间在留下伏笔 吴思耀林秉书交情深不深 留言会说话 TVB新闻刘宇峻离听台北车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